老王刚刚看到的是川普接受电话的访问 跟福斯的主持人连线 那他只剩下倒数89天要拼连任 对所以这个川普接下来 虽然他民调有反弹 但是接下来他要做更多事情 才有办法解救他的民调 当然这个他最大政绩股市创新高 接着他就从疫苗还有经济层面来发展 那他当然对中的这个抗争 也是他主轴之一 他告诉大家说过去 他最近有谈话说过去给了香港太多好处 接下来因为他已经一一取消 比如说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等等 特殊地域 所以他认为未来香港的交易所 不会赢过这个美国交易所 他认为美国交易所以后 有机会把香港的这个业务全部拿来 所以美国交易所会发大财 不过这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香港地方 我们知道很多重概股要回流到香港 香港自己还要自创一个所谓的科技版 所以这个当然川普是讲讲 但是他告诉大家一件事 未来我不但是这个经济上面要抗衡 不但是这个武器上面抗衡 我连交易所 美国交易所 我也要跟这个港交所来做抗衡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美国经济怎么救 我们刚才讨论 川普还要救自己的经济 他现在抛出一个政策 他说我打算要取消什么 而且我可能是亲自来宣布 取消这个所谓的工资税 事实上这个工资税 是这个美国有钱人 大概年薪13万以上 这个有钱人 他必须要缴这个6.2%的这个税 那雇主也要帮忙缴 这个加一加大概12%左右 12%以上 那他说我要来取消这个工资税 未来可能实现 事实上川普上台之后 他已经实行过了这个30年以来 最大税改 他把这个企业的税 从原本35%降到21% 接下来他又在锁定税改这个项目 我觉得也是 也算是抛出一种 这个对有钱人的一个喜好 让他们票可以投进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比较震撼的新闻是说 瑞士的这个外交部长 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说 其实如果你要制裁中国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应该要怎样才最有杀伤力 就是你要限制 那个中国那些高官 有钱人的存款 他举例 他说像我们在瑞士银行里面 有100位 前100位的这个中国的高官 中国的有钱人士 他们的占比的钱 有多少你知道吗 有占了超过7.8兆的人民币 那个观众可能7.8兆 什么样的感觉 我跟大家讲 7.8兆大概是 2018年中国GDP的十分之一 这个占比非常大 那甚至可能是中国整个财政收入的 40%以上 那这个金额是非常大 这差不多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只有最高的前100人 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存款跟财产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数学 把7.8兆人民币除以100人 这最高的100人的财产 平均每一个人是780亿人民币 然后你把它乘以5的话 大概就是快要4000亿台币 对 一个人 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人 一直说那什么样的钱 不知道录影到内了 什么样的钱 会放在瑞士银行 不是放在中国的人民银行 中国的其他银行 为什么 那个钱会在那里 当然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那这些有钱 所以阿扁的海角7140头 对 人家这个中海币 对 而且是一个人就拥有这么多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他瑞士银行这个外长 瑞士外长是在跟川普打pass 你真的要制裁 就也不用多 就这100个人存款全部在冻结 全部哇哇叫 对不对 那这个只是存在瑞士银行 不好还在美国 因为之前大家都把头脑动到美国银行 美国在美国当地银行那些存款 现在瑞士外长 这个这一招真是大绝招 我们就看川普会不会接招 那告诉接下来 美中脱钩当然是贸易的主流 所以中国这边要怎么做 他应对的方法 最近也提出来 他可能在新的一个 第14年的5年计划 要提出什么 一个内循环 内循环 顾名思义就是回家吃自己 就靠自己 我们所谓13亿人民养活自己 我们不需要你美国政府 我们不要外销了 不需要回来做内循环 当然他还是会搭配一个 所谓的外循环 在内循环 这好像在卖冷气一样 就是一个双循环 就是有外循环在内循环 他意思就是这样 未来你会看到 搞不好你会看到 内循环这个名词 不断的在提出来 那简单讲白话讲 就是期望提振中国自己的内循 这其实就走回去 我们财政的老路 财政老路 你要提升财政建设 提升GDP 第一件事就拉高 我们的铁供基建设 类似这种循环 那这个是走回老路 另外一部分 因为这是疫情的冲击 造成一带一路的国家 怨声连连 有的甚至说 我不跟你中国合作 我要自己来开路 我们先看一下 一带一路有多惨 一带一路 我们最近的统计 你可以发现 他们的外债跟GDP 你把外债加到 他的公共债务 在控制他的GDP 哇 根本不够用 赚得不够花 另外他们还欠中国的钱 原本欠中国就几十亿 中国说 没关系 一带一路你给我坐下去 我还承诺你更多 像巴基斯坦 中国贷款要贷他四百亿 你本来已经欠中国几十亿 我再贷你四百亿 到齐了怎么办 到齐你还不出来 中国很棒 他说有十六个国家 我把你的贷款减计 就说你这个贷款不用还 我减少 另外要不能展延 要不然就真正拒绝 你再去贷款了 只有四个国家 其他一律人延的就延 然后能减利息的就减利息 所以这个中国 大概是一路扶植你 让你贷款越来越奢 这是他长期的计划 那么再看中国内部的情况 我们知道今年疫情冲击 影视产业受到伤害非常大 花木兰 接下来原本要 预计要上映 现在没办法上映 所以他怎么办 改到小萤幕 可是你看关键 你看那个网友的评论 你知道如果你是 迪士尼家的用户 你还在另外在付钱 大概二十九块的美金 才能看这一步 不是用户就能看 二十九块美金 大概台币八百块 我去电影院看一部 就三百多块 我要付八百块 所以网路上民调 好几万人做民调 不是只一两千人 八十几个percent人说 我不会去订 所以这个大概 显入到今年 影视产业的困境 我们看一下万达影业公告 今年Q1 第一月到 一月到三月份是亏损的 比起同年 去年一月到三月春节 还有赚钱 今年是大部分亏损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我们举的都是大家的影院 长城影院 长城影视也是 今年的第一季到第三季 发现第一季 就一月份到三月份 也是亏损 那去年2019年 整年其实就亏损了 所以他们说 其实从去年 我们就节目有探讨过 中国的影视产业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 就走向逆风 到今年第一季 也是大逆风 接下来看一个比较有趣 我们节目谈过很多次 华谊兄弟 公告的第一季到 公告的第一季 一月份到三月份 也是亏损 但是很有趣的是 他公告大亏损的情况 股价最近 却是往上在创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观众我们往下看 因为他的持股 里面有大咖 持股人是我把它圈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叫自然人 那个叫马云 那在2015年的时候 到2018年 他们要发行这个新股 来筹钱的时候 当时马云跟腾讯就入股了 最近为什么他公布 这个亏损股价往上 因为他又公布了一个新的 发行新股 要筹钱的计划 你直接看下一张 最后一张就告诉大家说 请问是谁要来 来募这个款呢 来入股呢 很简单嘛 又是阿里巴巴 又是这个腾讯嘛 所以这个 中国的影视产业 现在进行大立风 那必须要背后 你有这种大咖 大背景的人 才能撑起你的一片江山 不然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是 过得非常辛苦